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上過台灣史的請舉手 有上過台灣史解馬克的人請舉手 沒幾個喔 大家都第一次就直接來上高級班 台灣史解馬 我都認得初級班的有來 初級班有來的嗎 不曉得我的課喔 請放一下 我那堂課叫台灣史解馬 好啦 會不會是先講個笑話開始 我以前齁 在美國念藝術 來請盡快就坐 我這樣被打斷很難講 盡快就坐 如果想上高級班 以後是當官員 起碼上課的規矩要守 所以大家時間一到 做定位就開始上課 好不好 我以前在美國念書的時候 待會兒還會有兩個人從這邊出來 那以後不要盡量 我在上課的時候不要使用這邊廁所 這邊廁所馬上影響到我 到後面去上 在美國的時候我學藝術 我們一堂課是什麼 人體素描 你知道什麼叫人體素描 沙脫光光給你尾 裸體的素描 就是有模特兒在課堂上面 衣服脫光 然後你就畫它 有沒有 那我在美國上 裡面還有人嗎 下次不要用這個地方好不好 那個台生 下次把 我上課的時候這邊就把關起來 好嗎 結果 台灣來的學生比較好奇 我在上課時候 報告 抱歉 那上人體素描的時候 當然就是 模特兒會脫光衣服在那邊 台灣留學生知道 就問說 聽說你去上人體素描課 我說對啊 禮拜幾 我說你問這個幹什麼 他們是理工科的 我是藝術系的 我說你問這個幹什麼 來請大家盡快就座 來請大家盡快就座 要走 來家就是高級官員嘛 那就要有心理準備嘛 那台灣人怎麼會託付 他們的未來 在這樣的人身上呢 是不是 我們台灣人 你要給他們希望嘛 如果我們上課是這樣 這樣來上課 我怎麼會相信你 你告訴我 我怎麼相信你來當官 對不對 對 那自我期許嘛 過去 人沒給你這個位子 沒讓你當官的機會嘛 大家就在那邊 放股假草 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口氣都只是他們口的條 村的台灣人 都沒有人幫你教死了 所以不知道怎麼吃 怎麼穿 怎麼走路 對不對 都不知道怎麼開花 這個我們也不會啊 對不對 我們一步一步教 我們現在有耐心教 但是我會要求 那個秘書長也教我這樣要求 所以我也這樣要求 不是我個人 好 那剛才講到那個 有人上裸體素描課 理工科的學生就會問我 同學說 你怎麼在一起 幾點上課 之後他就走掉了 那一天我上課的時候 果然就是 模特兒就坐在那個地方 那我們就戴 模特兒衣服一脫了之後 我們就開始畫 可是我們老師很小心 那個 外面那個玻璃的 所在的那個大破爪 不要讓走過的人這樣看到 破爪都打掉 我畫的地方 剛好模特兒在這邊 後面是玻璃 那種進出口 我這樣畫的時候 就發覺 有人那個那個破爪 這樣 閃一下 蓋起來 我想大概就知道是誰 做這段動作 都是我台灣的那個 理工科同學 他講什麼 閃開怎麼沒有結局 再看 閃一下 媽就蓋起來 你知道為什麼嗎 那天我們的模特兒是一個男生 美式足球員 非常壯壽的一個男生 站在那裡這樣 雄壯威武 要看這個 沒有 沒有 坐在前排的下次盡早到 好不好 因為攝影是這樣子 那你們會影響到 坐在前排盡早到 這樣子我打岔真的很 尤其我的課 需要Thinking 沒辦法讓人家裡盡猜 大家互相要求 好不好 在我的課之後 你們也是自我期許 來 我們slides開始 我講藝術節嘛 來第一頁 台生麻煩你 不是這個 對 這是什麼 翁來 翁來 大家都知道 翁來 夏天到了吃鳳梨 很舒服 馬上就有夏天那種 summer time的那種 悠閒的感覺 奇怪你們為什麼只看到翁來 這不對吧 後面還有什麼 還有海啊 還有島啊 還有這椅子啊 還有天空還有雲啊 為什麼廣告看到翁來 比較大 大這個更大 下面 所以你們認知上有問題喔 你只選 選擇性 你看到翁來 沒有看到其他對不對 沒錯嘛 好 下一張 這是什麼 我有一堂課 叫做 跳躍心思考 我已經教小朋友畫畫 跳躍心思考 也就是說我給你一個物件 你要把第二個 第一個完全一模一樣畫一張 第二個根據第一個畫出來的東西 你給他做跳躍心思考 變成其他東西 第三張根據第二張 一直編下去 這個是我的 教了幾十年下來裡面 應該是最天才的一個小孩子作品 請問你們看到他的畫 他那時候學齡前 還沒有進小學 大班還是中班 他畫 從頭到尾二十分鐘畫完 請問這裡面有幾顆翁來 我想要問喔 我給你們五秒鐘 你們看喔 好 認為只有一顆的舉舉手 驅手 只認為 看到一顆的 看到兩顆的驅手 看到三顆的驅手 三顆 四顆的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四顆 為什麼呢 這一顆一顆很重要 有沒有看到五顆 或五顆以上的有沒有 六顆 就是五顆以上嘛 有沒有五顆以上的緊舉手 不錯 來 這裡面你認為第一顆是 你看到哪一顆 最像鳳梨的嘛 對不對 他不太會畫 但是不錯了啦 第二顆呢 開始認為有第二顆的人 請舉手哪一顆 這個 是這一顆 是這一顆 為什麼 這怎麼看 鳳梨怎麼會變成太陽 對不對 小朋友畫到太陽 為什麼會變成太陽 不同角度 來 怎麼看 哪一個角度 從上面往下看 很好 來 有同心回答出來 沒有錯 它從上面看 為什麼就會變成太陽 上面有蒼蒼的嘛 對不對 有那個葉子 那葉子稍微大一點 就跑到外面 然後它的下一顆是這一顆 沒有 我剛才講說 第一個根據 第二個根據這個 沒有切開 這整顆往來 我們這個作業是不准切開 整顆往來 你不用去剖也不用去切 還是這樣看 還是從上面往下看 只是剛才那個蒼蒼的 球的裡面 現在變成什麼 時鐘 什麼時候是時鐘 你們怎麼知道它是時鐘 你們怎麼知道它是為時鐘 數字 數字 數字什麼 1 2 3 什麼時候 時鐘24小時 為什麼27 學零錢嘛 沒那麼準 它只知道 時鐘上面有數字 下到20 很可愛 但是你們也想一件事情 誰跟你講說 一天一定24小時 30小時 可不可以 10個小時可不可以 你為什麼每一分鐘60秒 為什麼不是100秒 為什麼每 蛤 是不是有沒有想過這件事情 時間什麼時候開始 全世界人為什麼用同樣的時間 大家講好了嗎 時間這個概念從什麼時候開始 大家去想喔 所以你們 我給你們解碼卡 上過台灣死了 你就知道 就要思考 好 這是時鐘沒有錯 那時鐘上面怎麼放幾個 如果是時鐘上面 教理說幾個 三個 時鐘 分針秒針 最多 這樣 這怎麼放幾個 時鐘 他在跑 他在跑 所以有身有錢 所以他一直跑 他畫完十鐘以後 他會畫什麼 電風扇 沒有啊 都要給你看到電風扇 都要 你啊 我還第一次聽到有電風扇 沒有 他沒有在任何暗示之電風扇 那是你想的 對 他沒有在畫電風扇 來 他下一個想的是什麼 有暗示喔 他變披雜 你放一個車子在這裡 有沒有 是不是變披雜 來 下一個呢 教你們看畫 來 下一個 下一個哪一個 來 剛才選五個以上的請舉手 我們現在已經 一 二 三 四 四個以上 有叫 這個 這個要 這個怎麼看 撥開 沒有撥 幾顆 你說皮 這樣也可以 我跟你講 就是rotate 像輪胎一樣 旋轉嘛 對不對 那怎麼證明 他在走的過程 數字就出來嘛 0 1 2 3 這樣嘛 這一片一片的 那一片的葉子 就spread out 是不是 這樣看得出來 可是其他老師來講 徐老師你想太多了 你是用大人的想法 套在小孩子身上 我說敢無 我有沒有解讀太多 怎麼證明 這是什麼 車子啊 車子下面是什麼 車子 什麼輪胎 車子就包括輪胎 車子下面什麼輪胎 車子下面這個 車子下面這個 這個是什麼 軌跡 軌跡 跌照下面一個 所以這條 縮來這裡 就合理了 要不然他畫車子幹嘛 你畫鳳梨又幹嘛畫車子 還畫下面畫一條 畫車子就畫車子 下面還加一條 表示他有在思考這個東西 所以他會變這個 所以我就沒有解讀太多 對不對 我請問 畫這種圖的人 交到美術老師那邊 結果是怎麼樣 如果在台灣 等的旁邊對不對 60分 你跟我跟老師開玩笑 去發 去旁邊發讚 要不然就是給個60分丟掉 以前就修理你 對不對 你在開什麼玩笑 黑白軟味 對不對 那這個小孩子後來是天才怎麼證明 他後來真的是到四大 數學系 然後出國 念很好的學校 現在做Post-up 博士後研究 他就數學 這本來是三度空間的話 加上時間變四度 拉回線性一度 是不是天才 他在不同的像度裡面 悠悠之在跑來跑去 後來果然他的成就證明他是天才 從小就看到了 學齡前都已經很厲害了 他在不同的像度裡面 跑來跑去 非常自由 可是他這種畫到台灣的 學校系統是怎麼樣 人們覺得 給你等旁邊 這意思是什麼 給你照顧了 天才在你的手中變成什麼 庸才 天才的作品 到我們的學校老師的手中變庸才 台灣人就是這樣 高校座的大 後來我跟他媽媽講說 趕快你們送出去 不要留在台灣 偏偏媽媽不相信 會進去小學 果然小姨一回來 我這邊畫畫 鳳梨就像個鳳梨 想像空間都沒有 自私化教育要逃上去 威權式的教育就下去了 所以他的教育制度想 找他在那裡 你的想像空間都沒有了 要想怎樣 這就是流氓金屋給你 不希望台灣人太聰明了 不要想太多 他是有一個工廠的 訓練出來 就符合在工廠裡面的需要 當零件來用 幹嘛教練都躲 所以你的創意被抹滅了 我就覺得好可惜 這就是台灣人 我們教育考試 只是考你怎麼 怎麼大量的記憶快速的背出來 這就是考試 所以在他的系統裡面 出來的是天才嗎 不是啊 那這小孩子為什麼沒有考 後來沒有考上台大的數學級 因為其他課都不好 跟他數學聰明 英文不好 國文就在國外 他們的國文 北京語的 國外 所以在他系統裡面就出不來 可是一出國哇 所有的殘忍都發揮出來了 我們這就是被佔領者教育 他為什麼要教你醫術 不用啊 所以現在整個教育制度 是限制你沒有錯 但是下一個問題 控制這個教育制度是老師 我也是老師 我就會想說 這老師出了什麼問題 那我現在要講另外一個故事 我以前在東岸 美國東岸的一個不錯的學校 來下一張 大家沒有看過這個 看過舉手 沒有看過嘛 來 我在東岸的一個大學念書 然後那個是一個很好的學校 那 算是長春藤的名校 然後 學期末了的時候 我們會把作品拿出來 然後下面做的就是易評家 世界各國的易評家 非常好的 就評判你的作品 那我們就要怎麼樣 就要辯護自己的作品 為什麼這樣畫 他們會 會來挑戰你 可是那時候我把 期末的時候 我把畫擺出來的時候 下面突然一個 日本教育站起來 日本教授叫 你沒有去過歐洲 奇怪啊 我在講我的作品 跟我有沒有去歐洲什麼關係 我回家就跟我媽媽講說 今天說給日本教授 流開 說我不會去過歐洲 我媽媽就說 好這個暑假你就可以去 不去歐洲為什麼會流開 因為在那個學校 大家全部都去 我有台灣人 剛才我沒去過 他問題是那個教授為什麼 透過看我的顏色 就知道我沒有去過歐洲 是一個厲害的地方嘛 對不對 待會兒我會慢慢跟你講 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那個暑假我就找說 旅行團要參加 那要去哪一個 我就挑了一個 裡面的成員 都是台南亞一個 退休國小的老師 退休國小老師 那退休 好歹他們都師專 師範學校畢業的嘛 又教了一輩子的書 應該很有素養 這個水準蠻高的 我跟他們很久去歐洲應該不錯 所以我就跟他去 下一張 我們第一站到這裡 這裡是哪裡 像剛才 有誰知道這裡是哪裡 梵蒂岡 蛤 梵蒂岡 梵蒂岡 我們知道 梵蒂岡的什麼 這個建築物是什麼 這建築物是什麼 這建築物是什麼 有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喔 教堂沒有錯 什麼教堂 沒有人知道 聖彼得的教堂 St Peter's 他的蓋的時間 16到17世紀 花了120年 120年 都鑽石頭 過去你要想一件事情 以前是沒有鋼骨結構 鑽石頭去掉起來 去掉起來 法國巴黎到現在為止 他的牆都還是用 鑽石頭這樣疊起來 裡面是用木頭的結構蓋起來 來 這聖彼得的大教堂 多大一間 你看人喔 這邊這麼大對不對 到這邊 一點忘了 這上面一個雕像 任何一個 放到下面來 殺戰老館 任何一個雕像 上面是12個使徒 多大一個 下一張 給你再近看一點 看到沒有 人這樣 比較高而已 這麼小的人 你知道那個scale 那個比例是多大 下一張 從上面往下看 很漂亮 一張 在梵蒂岡 意大利有兩個國家 對不對 除了意大利裡面 還有一個梵蒂岡 也是一個國家 國中之國 梵蒂岡是 通令全世界的天主教徒的 center 中心 教皇在那邊 你們有沒有看過什麼 達文西密碼 還是什麼那個 對不對 就到這邊去拍的 就這個廣場 下一張 在裡面內裝 進去看裡面 農酒陶 以前也沒有燈 都用自然光 它設計得很好 這上面的金碧灰光 這些都一個一個神龕 上面就放了一個雕塑 三戰老館 下一張 漂亮 漂不漂亮 看它的天花板很漂亮 當我們看到這個時候 應該什麼 正常的反應是什麼 哇 對不對 有人說哇 對啊 這是正常反應 因為很偉大 這是教堂設計的目的 就讓你往上看 哇 這麼偉大 開始起了敬畏之心 就開始懂得會 敬拜上帝 對不對 這是天主教的目的 設計教堂的目的 結果呢 我在看的時候 我在挖的時候 譬如說 旁邊的老師 問一團 一個老師 開始說一句話 跟我怕什麼 他說什麼 這也沒什麼 跟台灣味道一樣 比較大聲而已 我聽了 我說齁 我聽了以後 我當場工具了 我想說這聲音 這次來熬酒 如果有一個老師 隨團的話 我大概剩下的 果然沒有錯 過幾天 我們到哪裡 澳塞美術館 法國 我進了美術館 一進去以後 這群老師就不見了 我不管他們 我繼續看 差不多兩個小時以後 我就走到 這個禮品社 對不對 那邊有Coffee Shop 我就那頂老師坐在那裡說 欸 徐老師 你穿那裡做什麼 我做什麼 我做什麼 我看賭啊 那天工具要做什麼 我坐這裡喝咖啤 吹冷氣 真的不是很好 我說 你為什麼不看畫 簡單 在那裡 切點就在買啊 裡面一張一張圖都有 裡面還有說明 你會覺得有問題 大有問題 因為他真的作品沒辦法 我說我來就是要看原作 這個問題出在哪裡 這頂老師都看假的看習慣了 看到真的不能反應了 這就跟我們的宅男一樣 在網路上看美女 都這樣吹 哇 就好漂亮 真的看到女生的時候嚇一跳 她都結不了婚 為什麼 要跟她網路上認知的女生不一樣的 真正的女生是怎麼樣 會生氣 自己打鼓吹 會流鼻水 會上廁所 臭的啊 對不對 還洗澡的 這才是真實的人 而且會老的 要跟你過一輩子的啊 這樣的美你看不到嗎 我的意思就是 這種美 這種人生會變化的美 會有各種面向的美 你看不到 這都我們的宅男文化 我們這些老師也是啊 看的都是複製品 課本上的複製品 當你看到真的作品的時候 你沒辦法反應 台灣人都是用假的東西吃大 所以看到真的東西看不到 過去都國民黨 假的教育騙 現在看到真的 你的精力照出來 真的法理出來說 看不懂了 人家了 沒辦法接受了 這台灣人啊 對不對 就看複製品 看假的 看欺騙的 看到真的東西 沒辦法反應了 那就是這樣嘛 我是老師 那現在我就要幫他想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下一張 喔 叫Trivalize 這些老師做了一個什麼動作 他剛才講 給你講那句話 給你糟蹋 什麼叫糟蹋 本來是在這個位階的東西 把人拉到這邊來 例如說 那些人說的那樣糟蹋 就是說 你明明是人 你不把人當人 把比人動就這樣糟蹋 對不對 女生如果是先花一個 然後嫁給一個 不怎麼樣的男生 就是糟蹋了這個漂亮的女生 對不對 選錯對象也是這樣 趕快意思嘛 知道糟蹋的意思嗎 那原文就說 死不為足 不 瑣碎化 為不足道化 把那樣東西 明明是該有的位置 不給他 所以明明是好的東西 他講到很低 那他就去糟蹋 為什麼會糟蹋 下一個問題來 我就發覺這些老師 有兩個主要的問題 一個 他沒有capacity 下一張 能耐 他沒有欣賞藝術品的能耐 所以當你看到藝術品的時候 只能用你的原來的容器去看它 你的原來的能耐如果這麼一點點 你看到當然就一點點 就覺得這沒錢了 因為你的能耐不夠 我舉例來說 整桌的桌上的都好吃 穿好吃放在那裡頭巾 你吃得下去嗎 沒有啊 你的胃就這麼大 所以吃不下去 還到好菜 前燒的菜放在那裡 你也吃不下去 因為胃只有這麼大 那怎麼讓你全部吃下去 增加你的容量 對不對 這叫capacity 增加你的胃度量 你就可以全部吃下去 我舉個例子 能量表示什麼 增加你的度量需要很多語言 比如說 我會有音技 日技 台技 北京技 法語 風色 我的世界就比你只懂得 中文的世界大 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你那種語言建構的 是一個limit 我親自說 我以前是說 我們台技不是 白色色 全順順 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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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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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都是 這怎麼翻成英文 沒辦法 英文沒有這樣的句子 所以這個東西是在台技裡面在有 其他語言也沒有 同樣在英文裡面有很多的字 台技就沒有 人家說postmodernism 聽不懂 什麼叫後現代主義 什麼都沒有 我告訴你 你不知道 什麼叫postmodernism 他說沒有 因為那是另外一個概念 另外一個世界的東西 那就是這樣 所以你的語言懂越多的時候 日記說恨恨恨不懂得什麼意思 就很羞恥丟臉的意思 可是不是這麼簡單 這種語言就是代表它不同的概念 所以現在中國人來台灣 第一次跟你說就是語言 不准你在講台語 你跟你說中文 你走到語的世界裡面 你已經進去它的系統裡面了 所以語言代表一個系統 所以你增加你的語會 你的世界就大 你的capacity就大了 你的capacity就大了 你就可以享受更多東西 所以台灣人不是很高算 我跟你說 那一團團費也要十幾萬 去十幾天 他大概喝了最貴的下午茶 對不對 照樣 照樣的黑酒來喝下下午茶回來 還是去住 吃中餐 所以你的單位時間投資報酬率最低 那我沒有啊 當我的capacity很大 我享受每一個欣賞藝術 我覺得收穫良多 所以我把那些時間賺回來 所以現在你們的人生大家都走了一部分 才會來這邊上課 怎麼把你剩下的時間賺回來 增加你的忍耐 比如說增加法理的語言 語會有很多種 法理的語會 你只能聽一種音樂嗎 還是什麼音樂都聽 鄉村搖滾 爵士 日本的演歌 什麼歌都要聽 你的世界就大很多 除了聽的語言還有什麼 還有肢體語言 所以我們以前台灣的孩子很可憐 有些是屬於 每一個小孩子 其實他的語言都不同 你要用他的語言跟他溝通 他就聽得懂你講的話 他如果是視覺語言的 他看著他就看不得看 如果是聽的你就靠講 對不對 有些小朋友 小時候就想抱老師 老師說什麼什麼 站那裡坐那裡坐那裡 不等動 對他來講是虐待的 因為他就是肢體語言跟老師這樣親近 他才會得到學習的機會 你要適應他 不是把他套在地方 所以我們很多小孩子 進入你的系統裡面 都是庸才的 庸才就當庸才處理 所以你只有10%的人 考上台村的人 這樣搬骨架 給你親菜 對不對 就是流氓學校 流氓學校 去混時間 出來找個頭 一生就這樣過 我們台灣人都缺財 沒有人要跟你拆財 因為你在他系統裡面 你們被定義是那個 被棄制掉的那一群人 你自生自滅 很可能 不會跟你拆財 好不容易有幾個人 運氣比較好 送出國 整個殘忍都發揮出來 我又是舞蹈家 又是音樂家 那都在國外的土壤上 在美國歐美的土壤上 才長得出來的東西 在這裡都照樣 我現在在講 這是capacity 能耐的問題 你要語言 法國人有香水的語言 有味覺的語言 有人說他很會吃 吃的語言 吃也是一種語言 收成牛肉怎麼吃 紅酒怎麼喝 有人說 以前台灣火車說 我早喝了幾個萬的紅酒 沒有啦 你糟蹋了幾個萬的紅酒 因為你不曉得怎麼喝那個紅酒 你不在適當的環境 適當的量 適當的氣氛裡面喝那個紅酒 就是糟蹋了 就是這個意思 什麼叫糟蹋 就是這樣 台灣人叫做糟蹋 台灣人不要再糟蹋下去 所以增加你的capacity 增加你的語彙 增加你的語彙 另外一個概念 這群老師還是什麼 他沒有解碼器 我剛才講到那個language 除了語言以外 你的智慧不夠多 也不算是有懂這個語言 我舉個例子 你說我也要講英文 This is a book 這樣叫做會講英文 Bonjour 你就會發語 差多了 我跟你講你沒有上五六千個以上的英文 就被英文單字 你就不講你會英文 或幾萬個 對不對 因為你沒有master這個language 你的語言不夠多 你不能講說你這種語彙 所以你除了語言懂 裡面的語彙也要懂 像色彩也是一種語言 我告訴你 那團裡面有另外一個老師 女老師 也不是說那團老師都不好 其中一個女老師很有敏感度 她剛到法國的時候 第一個發覺中 她說我從台灣帶來的衣服 在這就不能穿 為什麼 因為在法國的顏色不一樣 所以她馬上進到一個服裝店裡面 把衣服全數換掉 在出來以後她會覺得比較舒服 結果回到台灣的時候 她會覺得又不對了 法國帶來的衣服 在台灣不能穿 所以她又 動不掉 這就是她對顏色跟風格 有敏感度的老師 的人 她有這種語彙 所以她會去調整 OK 知道 然後下一個 剛剛我剛才講的 就解碼器 你去外國拿了一個CD回來 不一定能用 因為不同的碼區 你從美國帶來的CD 在台灣放不能 除非你去改解碼 對不對 要不然看起來是亂碼 沒錯 這個你都知道 所以這個藝術的語言 在這個老師眼中看起來是亂碼 因為她沒有解碼器 她不知道怎麼去解讀眼前看到的東西 她需要就是解碼器 我今天講快一點 來 再往前走 下一個 這個capacity 再下一個 對 說到capacity的能耐 我們還有一個問題 台灣人沒有看好東西的能耐 可是卻有看壞東西的能耐 馬人很厲害 說那糟蹋人的語言很厲害 看著電視上那些垃圾節目 每天都用這個養你的胃口 對不對 所以說到什麼台人跟人含海 那種的天啊 蝴蝶都抓起來 今天車禍又死多少人 很愛看 早上看不到 中午看 還在山上看 吃飯也看 這很奇怪 你用什麼養你的 你的能耐就增加了 你如果每天接觸到的人 都是這樣糟蹋 你這方面的能耐就很強 罵人的時候 那個三字經滴滴滴照出來 很順啊 可是你講到那個藝術品的時候 啊 勇氣了 愣住了 為什麼 你沒有這種語彙啊 高級的東西沒有 低級的有 真理的東西 你沒有這種語彙 謊言你有這種語彙 背的還很熟 對不對 所以講到能耐 你要看哪一種能耐 下一個 再下一個 還有講到語言 現在語言 不同的語言是沒辦法溝通 比如說我們在這裡是講法理 你如果帶著說 權力的語言 政黨的語言 還是 雙擊的語言 一百家都沒有辦法 看不懂 這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才又從我們這裡面跑出去的 看不懂 我們在講法理的時候 他聽不懂 這不是來雙擊 這不是來組織什麼 不是啊 我們在講法理 了解嗎 好 下一張 這個 比如說 好了 到美術館看到這個 你們看得懂嗎 要怎麼欣賞 來告訴我 這怎麼欣賞 怎麼看 當你走到梵蒂岡裡面的一個雕塑品 他叫米開朗基羅做的雕塑品 怎麼看 怎麼欣賞 你告訴我 大家看得到這就好 傻眼了 這怎麼看 來你們用猜的吧 我看看你們猜多少 這是什麼 這個雕塑在講什麼 有的人舉手 有的人舉手 來聽聽看 來請講 什麼難過的情緒 到底是誰啊 你先把人講出來 這裡面是誰 不知道那怎麼欣賞 沒辦法欣賞 我跟你講 你不曉得這個在講什麼 你就不 來 我簡單講 大家都是製造業 台灣都號稱製造業 我就用製造業的語言來跟你們講 製造業講什麼 講材料對不對 這整個雕塑品是用石頭 大理石一刻刻出來 以前古時候你雕壞了怎麼辦 不能黏回去 以前沒有這種黏著劑 從刻啊 一顆石頭刻後來就從刻 手指都斷掉 從來啊 對不對 這就是古時候的 那時候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人厲害 煮頭到一顆酒頭拿出來 米開朗基羅 那我再問你製造業的觀念 來 一顆石頭裡面 同樣的材質要雕出 人的感覺 肉體的感覺 皮膚的感覺 布料的感覺 對不對 還有女生的感覺 男生的感覺 是不是很厲害 還有活人的感覺 死人的感覺 這不簡單 光就材料來講 我跟你講主題是什麼 就是聖母瑪利亞 是耶穌 耶穌被釘石架 後來被拿下來的時候 在瑪利亞的手中 還抱著他 這樣會看嗎 我就慢慢 我先從材料 現在慢慢台灣進入到什麼 服務業對不對 服務業講究什麼 其中有一個部分是多媒體 多媒體其中就是電影產業 對不對 服務業裡面 創意產業 對不對 好啦 講到電影 電影最重要是什麼 它有海報 它是不是要有一個 一張照片來告訴你 這電影是什麼 你看到被它吸引 被這一張照片吸引 你才來看電影 如果那個照片選得不好 是不是就沒有人來看 所以那叫什麼 定格畫面 是不是 你電影裡面劇照 它是動畫 可是你只能選一個定格 然後給大家看說 喔 這個很有趣我想去看 對不對 喔 這黑暗其實很有趣 我很想去看 就定格畫面 那你怎麼選那個畫面 就很重要 雕塑家 他又不是在做動畫 他不能雕一千個 然後叫你一個一個這樣看 對不對 他要講一個故事 他只能選一個最 最細菌性張力的畫面 然後把它做出來 對不對 所以他選了一個定格畫面 吸引你的目光 現在就要知道故事是什麼 那還有一個表情也很重要 半折直出什麼好看 因為在適當的時候 表現出正常的表情 該笑的時候笑 該哭的時候哭 該笑的時候笑過頭也不行 笑得不夠也不對 而且它恰到好處 對不對 所以很多人說 剛才有一個童馨在後面 他說 喔 這個表情很悲傷 不夠了 這不足以形容他現在的狀況 來下一張讓你看細節的 來 那個什麼表情 那你如果不知道故事 你怎麼知道他演得好 對不對 你如果不知道這段劇情的話 搞不好他演表錯型 所以你要先知道這後面的故事是什麼 所以你要到歐洲去看藝術品的話 你如果不知道基督教的話 你怎麼看 看不見 在座各位有誰知道基督教的 知道請舉手 沒有幾個 不知道請舉手 不知道的喔 走去沒關係 動一動 不知道 知道的請舉手 我剛才有幾個 OK好 那好 有一部分 差不多一層 一層到兩層 知道了 沒關係 你在念歐洲藝術史的話 沒有 你念藝術史 你如果不曉得基督教這個概念的話 你沒辦法唸 沒辦法欣賞 你去哪裡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都不知道 所以我現在給我七分鐘的時候 跟你講什麼叫基督教 看完以後 我們再解釋這個作品 好不好 七分鐘 大家都知道基督教 那請問你們 那我跟你講 基督教最重要 最主要的好處 目的 不是勸人行善 大家都以為宗教是勸人行善 基督教偏偏不是 反而你想行善要進天國 那還是不可能 就是往另外一方向走 第二個 基督教不是什麼 不是一個精神寄託 我當然是精神寄託 那不是 偏偏就不是 那基督教是什麼 也不是勸你加入一些宗教 都不是 那基督教最重要的好處是什麼 主要的目的是什麼 基督教主要的目的是在講什麼 有人知道嗎 要救人不死 救人不死 那徐老師你這個講得也太 我參加過基督教的葬禮 對不對 我也看過基督教墳場 你如果說基督教救人不死 我講任何東西都要講定義 跟你講法理一樣 講定義 什麼叫死 死在基督教的定義裡面 叫什麼 分開 separation 分開 比如狼系 靈魂跟肉體分開 是不是就死了 是不是 是啦 靈魂跟肉體在一起就是活著 對不對 分開就死 那這個分開的概念很重要 另外一個意思是什麼 你跟上帝分開 所以即使你人活著 你跟上帝沒有關係的時候 在神的眼中看你是個死人 在靈裡是個死人 那什麼叫救你不死 就是這兩件事情都解決 讓你的靈魂回到你的肉體 讓你的跟上帝的關係恢復來往 有人講說 我身體已經死掉火化燒掉怎麼辦 很簡單嘛 上帝是創造宇宙萬物的主宰 再給你一個身體 你靈魂再回去 不就復活 對不對 那在基督教觀念的神 跟我們台灣人 我們台灣的民間宗教信仰 那是不一樣的 我們只是想說 人啊變成聖人 聖人以後就變神 沒有很多人 在西方宗教說 人跟神之間有跨不過的紅鍋 你能夠叫神 是要創造宇宙萬物的主宰 必須要無所不在 無所不知 無所不能 才配得稱得上叫神 不是一般人可以變神 無所不知 在基督教的觀念裡面 那這個神也是在時間以外 也不在時間底下 沒有過去現在未來 他在所有時間 他都了解 他都掌控 這樣叫做基督教 他們叫做啟示性的宗教 Reveal Revelation 啟示性的宗教的神 基督教是這種觀念 好 接下來下去 那現在就說 人為什麼要死 人出生活下來就是要死的嗎 上帝造人是為了讓人死的嗎 還不是 那人為什麼會死 你就要合理的下一個推論 人為什麼會死 那我要講了兩個概念 第一個 因為這個 基督教講這個神是什麼 Justice 公義的 公義就是賞上罰惡 另外一個觀念就是 人有罪 罪這個公義 我先講罪的概念 罪在我們的想法是什麼 我哪有罪 你說我罪人 我哪裡有罪 我好不做算派對 我沒有帶人辦會 我哪有罪 你要看罪的定義是什麼 在基督教 罪的定義叫什麼 射見沒有射中把心 射見沒有射中把心 射見沒有射到那個本事 這是一個抽象概念 我應用起來給你看 基督教觀念對罪的還有另外一個定義 就是不光是你不該做你去做 你該做的不去做也是罪 所以這兩個都卡了之後 大家都有罪人 那還有一個 基督教對罪的定義 這耶穌講的不是我講的 你起心動念就是罪了 比如說我看到人恨人 我就是殺人 我見了婦女心裡動了一念 我就犯了奸淫 按照這個標準 摩托良過關 每一個人都有罪 所以每個人都會死 那現在就是問題 你有罪的人 那為什麼要 上帝懲罰人有罪 他用一個方法什麼 讓你跟他分開 當你跟永生上帝分開的時候 你就是死亡 就這麼簡單 因為他有一個本性叫聖結 Holy 聖結就是跟污味骯髒要切開來 他不是要讓你死 他是把你跟他分開就死了 那現在問題是 神為什麼做這件事 比如說今天有個法官 坐那裡 你跟人家搶東西三年 那個臺人死刑 下一個 他這法官瘋了 為什麼 送來的是他兒子 照法官的身份 他應該是 該判什麼就判什麼 可是他判不下去 為什麼是他兒子 這發生什麼事情 他如果按照不這樣判的話 讓他過關他就不公義 他就不符合身的本性 另外一個如果他 照判下去他又不甘 所以他卡在兩難之間 這叫delima 就是卡在兩難之間 最後他自己解決的方法是什麼 找一個沒有罪的替他承擔 那犯人可不可以 直接互相保來保去 然後全部犯人跑出監獄 不可以 因為大家都有罪都該罰 只有沒有罪的人給人取代 那誰沒有罪 只有法官自己本身無罪 所以法官自己下來 所以基督教講的 基於耶穌倒成肉身來到世上 以人的樣式 目的就是要死 祂一定要定死日假 定日假一定要死 死完以後還要復活 為什麼要復活 證明祂是神不是人 祂如果死跟一般人一樣死 那就算 這事情就喩了 那只是另一個宗教 科官又復活 所以基督教 你要毀掉基督教其實很容易 isée hinten 因為基督教核心不是聖誕節 還有基督了 今天是復活節 過多多了 現在講完了以後我們再回來這裡 我不是牧師 我也不是傳教師 我講這個的目的只是要讓你們解碼器 我丟給你們一個解碼器怎麼看這個作品 好啦 我們剛才只講到材料部分 我們也講到Promotion的部分 電影裡面的情節 我把故事講完 你再看他表情表的對不對 現在耶穌的母親在這邊 耶穌死掉 定時下下來了 放在他手上 剛才有人講痛苦 哀傷的表情 沒有錯 這是他兒子嘛 可是他的心情更複雜 他不光是他兒子 他還是他的神 當初他懷他的時候是聖靈懷孕生下來的 是上帝跟他講說 這是神沒有透過人的性行為生下來的孩子 將來就是以馬內利 也就是那個神 所以也是他信仰的核心 可是神為什麼會死在我手中 這個神是死的我手頭 所以他整個人的信仰幾乎在崩潰的邊緣 除了母親對兒子的那種痛苦 加上宗教上的崩潰 全部加在他表情裡面 當然耶穌三天以後復活 那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現在是在過程當中 在某混沌不清的情況底下 他有這個表情 這樣的表情就對了 他也不是大哭 照理說 如上考筆 沒有啊 而且那個表情 就是太多的壓力在他整個人身上表現出來 所以他的表情就對了 藝術家 這就叫做藝術家 這才配得上叫做一級的藝術家 叫做米開朗基羅 這樣的雕塑品只有他做得出來 而且沒有犯錯 而且把適當的表情 把故事的張力全部表現在那個臉上 這樣才叫做欣賞一個藝術品 你要知道故事 你要知道中間來龍去脈 為什麼藝術家選這個 你還知道材料 你還知道所有東西都要知道 你才能稱得上藝術 下一章 接下去 教堂裡面還有其他話 這個你就看不懂 但是我剛才講完的故事 你就看得懂 為什麼 這叫耶穌復活 他復活了以後 這叫Dalting Thomas 多疑的多瑪 他為什麼要去挖到他身體裡面 因為耶穌那時候定死的時候 人家用那個琴才可以加 讓他血流出來 為什麼 要證明說他有沒有死 死了才可以放下 要不然他活了又跑掉 對不對 所以被定十字架的人 他是一種刑罰 是對犯罪的人死刑犯的刑罰 戳下去的時候 如果分下來是水跟血分開的話 就是人家已經死了 就血小板跟組織液分開了 就確定他死了 他就可以下來 後來耶穌復活的時候 就顯現給門徒看 門徒說 你是人還是鬼 耶穌說鬼不吃東西 你拿東西怎麼吃 於是他就吃了餅 也喝了酒 這個多疑多瑪說 這樣還不夠 我要碰到你 他說耶穌說好啊 就釘橫的手 你摸摸看 這邊你戳戳看 就這樣 所以這幅畫就出來了 了解嗎 就在復活之後 所以這是基督教很重要的 藝術作品 你到歐洲去看 這個一瞭解 是不是看得懂 下一張 好啦 有很多童星來講說 民進府怎麼會說這個 我跟你說 為什麼都講基督教 基督教很重要 重要的一個地步 你不得不知道 一定要知道 過於台灣人是有中國人 他的文化宗教 把你喊這條 你聽不懂 來 全世界 我那時候有個數字 這是二十幾億的人口 是基督教 二十幾億 其他我們屬於叫做 Folk Religion 沒有幾千萬 全世界第一大宗教是基督教 再來是回教 這個是無神論者 佔了所有的人口 奇怪 台灣人怎麼會去信民間宗教信仰 連佛教都不是 你還不是印度傳來那個佛教 你信的又不是真的佛教 你叫民間宗教 你也去拜這個 你真是學佛的人 是不會去拜的 不拜偶像的 那才真的叫學佛的人 台灣人是在做什麼 全世界最重要的事情 都不知道 你怎麼生存下來 所以一定要知道基督教 非知道不可 我們也需要知道日本 我們也需要知道美國 下一張 同樣的雕塑品 另外一個人做 叫Bernini Lorenzo Bernini 他是在一個希臘神話故事 在講說 Apollo這個神 追求一個很漂亮的女生 結果命中注定就是追不到她 因為這個女的他很喜歡樹木 他從小就跟爸爸講 我永遠一輩子也不要嫁 可是這些男人 因為太漂亮 所以大家就追她 就Apollo捉到他的時候 一碰到他 他全身就變成樹枝 就開始變成一棵樹了 所以他就選那個 你看他手指都 開始變樹枝 你有沒有看 Apollo即將要碰到他身體的時候 一碰到內插 他就變樹枝 很哀怨的故事 這就是希臘神話 但是他的雕工跟米開朗基羅差不多 我覺得水準都很厲害 但是呢 你如果是評審 易評家的話 你就要選 因為他這討論的議題不同 所以相對勝出米開朗基羅 OK 了解嗎 我現在已經教到 你們現在已經比一般的 學藝術的都更有這個 了解怎麼看畫了 看藝術作品 下一張 下一張 麻煩你 同樣在羅馬那個地方 還有另外一個地方 一個水池 你走到那裡 你能看我 這水池發生什麼事情 不跟你講沒有人看得懂 一大堆很強壯的男人是什麼東西 我跟你講這代表 亞世界四極的不同河流的河神 這只有帝國 接下去要講的是帝國解碼 剛剛講的叫宗教解碼 現在叫帝國解碼 我幫你解解碼器給你們 什麼樣叫帝國 帝國才可以說 每一個 先跟你講哪四條河 尼羅河代表非洲 多瑙河代表歐洲 對不對 那恆河代表亞洲 還有這個 Vio de la Plata 這個代表美洲的 四條河的河神 以前河代表生命 一個文化的那個發源 你這個河神 給我抓到我這裡 放在水裡裡面 表示什麼 我是帝國 帝國才可以做這種事情 不是帝國做不了這種事情 我們過去台灣人 因為小地方 我們不知道什麼叫做帝國 同樣 越南人 那是中國人去做這種事情 就叫小西人 因為你不是帝國 你沒辦法去做這種事情 沒辦法把四個 地的四幾的河神 給你抓來放在中間 叫帝國 帝國會做的是這種 現在瞭解 現在看到水池 就不會輕易的走過 下一張 好 那後來呢 法國也曾經一度非常強悍 在18多少年 他蓋了一個 叫什麼 烏龍哉堡 這是什麼 我們叫巴黎鐵塔 他叫艾菲爾鐵塔 是在巴黎的 Alfred Tower 他在1889年的時候蓋好 這個是人類蓋的建築裡面最高 那時候全世界最高的 但是你看這個你也看不懂 為什麼要蓋這個 為什麼要蓋這個 你知道這是什麼 那代表什麼 代表帝國 那為什麼這代表帝國 他宣告另外一個帝國開始 過去的帝國是什麼 起碼打算強土地對不對 這個帝國說錯了 三度空間 你掌控的空間才是叫帝國 我們現在往天空發展 那時候後來就是 氣船飛機就飛來飛去 你真正掌控三度空間 那才叫帝國 你過去的東西過氣了 所以亞洲還在騎馬打仗 歐洲他法國已經到天空去了 再過60年下一張 這是什麼 另外一個帝國又起來 什麼帝國 美國 他說空中算什麼 我到外太空去了 所以他發射火箭 Apollo 對不對 小時候看過 電視轉播 阿姆斯狀 登陸月球 它是另外一種科技的展現 他說這才叫帝國 掌控太空才叫帝國 再下一張 來 過來 最近呢 這更厲害 這到哪裡去 登陸火星 這是什麼 哪一個 什麼什麼東西 好奇號 curiosity 它登陸火星 從地球到火星 地球到月球已經很久 它到火星是1600倍 那個距離 到那裡沒空 不是丟到那邊去 你看從那邊傳書訊號 照片回來 下一張 你看 那邊要有高解度的 那個圖片照回來 下一張 沒有 再回到上一張 那就是火星上面 這表示它科技的展現 就像國家能夠掌控 1500倍地球到月球的距離的國家 你要掌控全世界各地的資訊 有沒有困難 沒有問題 有什麼問題 它像是無人飛機 無人飛機可以全球掌控 會不會台下的台下 像是斬首 把你的key person殺掉就好了 關鍵人物殺掉 伊朗那時候不講核武器 就不到一個禮拜 這核武器的案子就笑聲匿跡 為什麼 阻視者被殺掉了 就這麼簡單 很可怕 再下來 再走 下一張 這裡是哪裡 這裡是哪裡 大家很懂的 來 不是 完全不是 來 沒有人知道 羅浮宮外面 背名設計的那個 來 下一張 給他們看清楚一點 有沒有 看到沒有 有沒有看過 沒有 有看過舉手 至少有點回應 謝謝 這背名設計 那為什麼設計這個 看不懂嗎 為什麼是三角形 它指什麼 金字塔 那為什麼是金字塔 為什麼金字塔 為什麼不是其他東西 為什麼是埃及 我跟你講整個西方文化 他們認為起源是從埃及來 所以他為什麼做這個 表示我是這個文化的繼承人 整個西方文化是到我這邊 法國 所以這個 除了霸氣以外 還想抓龍頭地位 文化藝術他們有龍頭地位 才這樣設計的 這個下面是一個倒三角形的 三角形下面有一個正三角形 你知道嗎 這個設計很複雜 下一張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有看過我真的是很佩服你 自己想 有誰看過沒有 看過我錄影帶也不算 這是英國 英國以前也是帝國 它做了這個萬國博覽會 這是哪一年做的 你知道嗎 1851年 你知道這建築物下一張 建築物多大嗎 裡面有一萬多個攤位 全世界一萬多個攤位在這裡面 這都是布雷 那時候18多少年 它已經有技術整片的大片玻璃 現在我們剛剛沒什麼 以前很了不起 鋼骨結構要把它蓋起來 玻璃就貼上去 你看這人耶 人只有這麼小 你要供應這麼多的攤位 要有水 要有廁所 不是嗎 幾個十八百人進去的地方 要好情人要有電梯對不對 光想廁所就不得了了 幾萬人要用廁所 你要準備幾個 你的水怎麼進怎麼出 你的廢水怎麼出 這很厲害 這帝國就會做這種事情 來下一張 好啦這叫你帝國節 我看帝國裡面有很多東西在玩 我們看不懂 我們是大日本帝國 你如果看我們就完蛋了 下一張 我不講什麼 我講美國就好了 這帝國在做什麼 隨便講一個 這是什麼東西 美國加州的大學有這麼多所 這裡面 美國加州只是一州裡面的大學 那我隨便講幾個有名的大學 史丹佛在這邊 博克萊在這邊 加州理工學院在這邊 加州系統的所有大學都在加州這裡面 不得了了 美國 美國全國有四千六百多間的大學 每一間大學就全科 我現在講四年資專科學 沒有講那個community college沒有 就這樣子 那每個大學預算都嚇死人 怎麼可以嚇死人 下一張 來這是美國的長春藤大學 長春藤有八所大學 每一所大學都是靠什麼 很多都是靠捐錢 那我隨便講 這是billion billion是什麼 10億美金 對不對 單位是美金 所以2.6億是26億美金 你看捐給哈佛是什麼 320億美金 320億 等於台幣都一兆一條 任何一所大學捐的錢一條 台灣才多少錢 你國民孫生產毛和多少 人家八所大 長春等 我還沒有算其他學校 他總共前20名的學校總和是13兆台幣 13兆台幣 大學 我現在講大學 我沒講其他東西 我現在是給你帝國節 我一樣一樣講 下一個 這什麼 你會嚇死了 對 美式足球 American football 其他國家沒有 全世界沒有其他人能夠玩 加歐洲要學 學不來 日本也學不來 美國可以玩 我跟你講前面這些Line man 都生了這些 如果台幣真的去玩 死掉的斷腿的一大堆 所以大家就要戴安全帽去玩 每一個人都是三五百公 三五百磅 這樣撞來撞去 這是美國的遊戲 可能大家不知道這個概念 下一張 遊戲在這帝國裡面很重要 你看 這是高中的球隊 我先跟你講 這是高中的球隊 這是大學的球隊 這是專業 那個Pro的 職業球隊 每年光是在這邊的鏟子 就不得了 你看他球場多大 欸 他們在玩著 來下一張 這只是美國的其中一個 聯盟的 十二所學校 這是職業隊的 玩這個美式足球方法 美式足球有幾種玩法 它叫做offense defense second team 我為什麼要講這個 遊戲在帝國裡面很重要 遊戲這個產業大到你嚇死人 台灣過去的經濟裡面 一大堆是幫他們做這個 就賺死了 就夠養台灣了 幫他們做這些球具 這些玩具的東西 這些基本設備 就可以賺不少錢了 這帝國在玩的遊戲 他在幹嘛 為什麼有offense 有defense 然後有quarterback 有running back 有receiver 每個位置都有 這帝國在玩什麼 戰爭遊戲 它裡面有策略家 你前面有教練 我跟你講 做在最高的上面還有一個叫什麼 策略家 策略家上面 strategist 他幫你判讀對方是用什麼公式 我用什麼公式打回去 這就是戰爭 那個scale多大 我叫你在什麼位置 你就專心做好那個位置 這叫做團隊 所以這裡面Football 每一個球員都有什麼 團隊概念 他送到哪一個企業 都是很厲害的佼佼者 為什麼 是這樣在玩的 台灣人都不敢這種 我現在給你打 你既然是高級班 你就來上這個東西 我就跟你講 帝國怎麼玩 下一張 不講太多了 剛才講過藝術解碼器 宗教解碼器 生存解碼器還沒講 這個資人也有 我之前在台灣史解碼裡面有講過 遊戲解碼器我剛才講 但是我講的不夠多 我們接下去往下看 莉莉花派接碼 來 往前下走 game 我看時間夠不夠 講game這個東西 其實我隨便講 遊戲中間一定會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叫做遊戲規則 對不對 我舉個例子來講 講一個最近大家講服帽 對不對 你們有打過香腸 怕眼鏡有沒有 我看那個是台灣很偉大的方面 一個腳踏車後面放一個 撥眼鏡的東西 旁邊放一台什麼 遊戲機 對不對 彈珠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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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而已 不是這樣而已 彈珠 什麼 骰子 骰子那個先不管我們講彈珠台就好 那彈珠台上面給你一個什麼 一張紙片 上面寫什麼 遊戲規則 你打幾分幾條眼鏡 哪一個分數跟哪一個分數沒有眼鏡 沒錯 大家都打過 那你 他很厲害的一招就是用香味吸引你過來 所以你說在那邊撥眼鏡 撥到那裡噴噴噴噴 很想要吃 但是就要 你說我沒要買你 你怎麼玩的 所以你就要錢放下來 你最後才能吃到那個香腸 這就很厲害的一個生意手法 好啦 當你把錢套出來放在上面的時候 表示什麼 你同意老闆說 我要加入這個遊戲跟你玩 沒錯吧 可不可以說 我常常說 我怎麼沒人搶 老闆說 遊戲規則是要領館啊 我就是要這樣 你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你既然進來玩我的遊戲 又不知道我的遊戲規則是撤 一直來亂啊 叫警察 對不對 這就是我們現在福茂在搞的遊戲 福茂這群學生 當你投票去選 中華民國立方政府的系統的時候 你是不是已經進入他的遊戲規則 既然進入你的他的遊戲規則 你不爽的時候要怎麼辦 你要用他的遊戲規則跟他翻 你不能這樣講 過期都沒算 那叫做翻桌子 所以我們台灣人 會心也叫你不要去投票 就是這個意思啊 有沒有 那個圓牆攤專門給人騙 你不要去玩 就騙騙要拿錢 很香耶 我如果賭下去我會賺很多回來 對不對 台灣人都是說這樣啊 叫你不要去投票 你要繼續去投票 你一旦進去就進去他的系統 你進去的系統 就按到他的遊戲規則 馬英九六百萬票 你們幾個人 五萬人 十萬人 五十萬人 一百萬人也沒有他多啊 難不成我們的政府組織 現在流氓政府的組織裡面 加一個單位叫做 學運分子嗎 難不成你的組織架構 加一個這個 而且他可以隨時推翻總統的 就算他把你騙 把你賣掉 你一開始就跟他切斷關係就好了 你就跟他講 我是台日本的中國人民 你是流氓人民 我為什麼要去投你的票 對不對 這就是我講遊戲規則 所以在美國的系統裡面 我們現在進入 我們回到美國軍事佔領 你要知道 什麼叫美國人玩的遊戲規則 不然台灣人又來這種 翻桌子這一套 會吃虧 大日本帝國也是這樣子 為什麼他們社會制度會這麼良善 就是他有一個遊戲規則 你來叫他的遊戲規則走 才能叫帝國 越落後的國家 越沒有遊戲規則 越落後的國家 我跟你講 我在美國最驚訝的事情 就是到美國的地方看他 每一個人大張 我嚇都嚇死了 嚇死是嚇在哪裡 他隨時把我弄死是很容易的 可是在美國不會 他不敢惹你 為什麼 美國是一個有法律有制度的國家 他敢碰你的話 他倒楣了 他大概被關一輩子 他如果不是用理來跟你講 照法律來跟你溝通 所以你女生去美國也不用怕 我管你國大片一樣 遊戲規則 你就是不能隨便動我 講話也還要小心 所以美國這個制度 他們抗國裡面有巨人 可是乖乖的聽話 這樣才能保護到每一種人 就是有個遊戲規則在run 我們現在講的法理就是這個 台灣就是靠這個法理 這個小國再當生存下去 你不要被人家玩掉 你要知道什麼叫遊戲 什麼叫遊戲規則 我們就要怎麼玩 我們的後代才可以存活下去 下一張 我要走快一點 來 這是早期幾萬年前的壁畫 來下一張 在法國南部找到的 來下一張 這幾張圖有一個共通點 誰講得出來 這所有的話都有一個共通點 許老師這都完全不一樣的話 怎麼有共通點 都有一個共通點 來怎麼看 不是這裡沒有耶穌 這個女生當秋劍哪有耶穌 這沒有啊 不要亂講 既然台頭這也不是耶穌 不是 好啦我直接講時間不夠 我直接講 全部定格 對不對 好 只要記得這樣 我繼續往下走 來下一個 等於不動 像相機這個也是嘛 全部定格 不動嘛 下一張 下一張 這是誰 這是誰 講啦不要怕啦 講錯都沒有關係 這是誰 你跟人講 不是啦 我說這個人是誰 這個接場像 Picasso 這是Picasso畫的畫 他畫的是裸女沒有錯 你只注意到裸女 你沒有注意到Picasso 那為什麼畫成這樣子 告訴我 為什麼畫成這樣子 我跟你講很簡單 這叫立體畫拍 立體畫拍就是杯子 你可以這樣看 也可以這樣看 對不對 你看到我 這個也是我 這也是我 這也是我 沒錯吧 當時間固定的時候 你從不同角度觀點看一個東西 它都不一樣 那不同觀點加在一起 就變這個樣子 可以看到齁 所以它是不同觀點 以前我們看的都是只有一個觀點 從這裡看過去 所有的東西都長那個樣子 對吧 現在同時不同的地方看 就變成立體畫拍 這是解碼器 我把解碼器給你們 下一張 他說他超人家的 他說他去偷人家 不要講超 偷 偷誰的 賽上 賽上早期是這樣畫的 賽上早期是這樣畫 來下一張 他後來就搬到 他太愛這座山了 就搬這個山的正前方 蓋了一個房子 等一下每天去畫這個山 下一張 為什麼 後來怎麼畫得這樣 從台語來說 髮髮 髮到髮髮去 對不對 為什麼畫到髮髮去 大家有沒有寫聲過 有寫聲的情緒是嗎 在座 有寫聲 寫聲大家以前最喜歡 對不對 美術老師 明天寫聲帶便當 最喜歡吃便當 每天到畫板 到圖畫紙去 請問你們寫聲的時間多久 通常多久 早上八點去 然後畫到中午 對不對 解散 自由活動 有沒有寫聲一個小時 老師太短了 真的不會 會不會 有沒有寫聲五分鐘的 大概只有壞學生會這樣子 寫聲五分鐘就不見了 有沒有寫聲一秒鐘的 你在開玩笑 但是前面全部寫聲一秒鐘 回到前面那幾張 前面那個寫實的那一張 台生麻煩你 對 對 對 再往前 再往前 寫實 對 是不是 這是寫聲一秒鐘 當然是啊 鞦韆盪一半就不動了 這是不是寫聲一秒鐘 絕對是 這裡面畫全部寫聲一秒鐘 現在知道我的意思嗎 好 再回到剛才賽上的 你在畫的時候 我就看學生畫畫 我說你搞噴 為什麼 現在中午11點了 快中午了 你早上八點來畫 那個太陽都換了位置 你怎麼還給我這樣畫 影子怎麼還在那裡 對不對 顏色都變了 雲都來了 雲也走了 你怎麼都 你在講早上八點的 記憶中的畫不是寫聲 寫聲說我看到什麼畫什麼 那才叫寫聲 你明明不是看到這個 為什麼我早上八點的東西 你從你記憶裡面畫 所以真正的寫聲應該是怎麼樣 我看到什麼畫什麼 賽上就是 回到賽上那一幅畫 賽上就是一個很乖的小孩子去寫聲 當他調顏色的時候 這朵花是紅色塗一塗畫上去 再回過來說 一朵雲來了 紅色已經改變顏色 所以他重新調新的顏色再放上去 了解嗎 所以才變成這個樣子 灰雲 但是他是一個很老實的人 他真的是去寫聲 所以一個是 觀察物不動 時間在動的結果 他如果畫了三個月 就是三個月的寫聲畫 這樣可以看嗎 有意思 皮卡索是說 我東西時間固定 但是觀察角度改變 這個是什麼 觀察東西不變 時間在動 對不對 有厲害嗎 皮卡索做了一個偉大事情 他賽上比較老實 所以他沒有變成 藝術界突破的人 皮卡索帶一個叫做 不同觀點 下一張 哇 潘多拉的盒子打開了 既然有不同觀點 誰跟你講說 畫畫一定要畫女生 誰說畫畫一定要畫 畫足球員不可以嗎 對不對 畫畫是不是一定要 就來了 有的人說 畫畫一定要在帆布上嗎 大地是我的畫布 壁雷陣給他插上去 由老天爺來畫畫 打雷 這就是畫 有人說 我要創作 我就用推土機從山上 把土都推下來 繞了一個圈圈 Earth Art 對不對 有人說畫是什麼 畫三個概念 一個物件本身 一個畫的物件 還有一個是概念 我就把它拆開來 所以這是字典上的椅子的定義 這是真的椅子 這是畫的椅子 有意思嗎 來 下一張 好 這樣美國才會發生 這個人很有名 他在島 這個是一個島 真的是島 這船只有這麼小一點點 他是用那個塑膠布整個河面給他蓋上去 他不光是蓋一個島 他蓋了幾十個島 有厲害嗎 你要做行李嗎 你那個布要多少錢 你要多少船人力去做 執政飛機飛到天空往下拍 就要花了幾百萬 我跟你說 你要拍幾次 還找天氣好的時候 再說河流會移動 台灣人都製造業 我專門跟你說這個 河流會移動 水會流動 這個帆布怎麼固定 下一個 來 你看看 這是從更高的天空拍下來的 你看 這都島 沿著島都被他圍結 圍到那邊去 請問喔 買布要錢嗎 錢就要來 這個案子在台灣一定不可能發生 偏偏在紐約 美國這個地方就可以 叫帝國 帝國連藝術品都不一樣 這傢伙就是這個 Cristal and Sean Cloud 你看 他把整個音樂園包起來了 他把整個海岸性給包起來了 這個規模有大嗎 那才叫大 大型藝術 那才叫大 你會比它大嗎 我不相信 Saint Louis的那個Arch 把它包起來 這對夫婦做的 不是講夫婦 這對夫婦做的 下一張 什麼叫抽象畫 這叫抽象畫 Cytum Lee Dippincourt Jackson Pollack 不同人畫 當代藝術 來 下一張 我給你解碼 來 再下一張 Jackson Pollack Spread 就是傻的 來 下一張 William De Kooning 後來大家到美術館裡面看到這種畫 覺得 哇 大家都在笑 而且每一幅畫那麼貴 所以有一群人就開始反動 那個人叫Andy Warhol 你們這張叫High Art 我不要這樣玩 我要玩普普藝術 就是把日常什麼東西放大 來 下一下 就這個 Campbell Soup我每天在喝的 我就畫這個 我偏偏就跟你對調 你們那麼抽象 我就完全是具象 具象寫實到每天都拿出來畫 來 下一張 瑪麗蓮夢露 那時候是消費性的產品 報紙上大家都要看瑪麗蓮夢露 他就拿這個出來 來 下一張 自己都不畫 來 不要看黃色小鴨 看這個 這比較有水準 同樣是普普藝術 這個比較有水準 都沒人知道 只有Jeff Quinn 小孩子這麼大 用花去弄的 真的畫 下一張 人家是蠻有品味的 下一張 直接漫畫把它放大 來 下一張 好啦 藝術解碼講到一個地步 我們現在講另外一個 這是紐約 在18多少年早期 你看這都電話線 都電話線 所以那時候人要跳樓自殺很困難 一跳就卡到中間 就綁住了對不對 線多到這個地步 密密麻麻 我真的沒有騙你 以前的紐約 後來紐約什麼 開始鋼古紀錄 1907年的紐約已經這個樣子 以前的紐約已經是這樣 現在的紐約 下一張 我們現在講帝國節 下一張 再下一張 我們那個台灣人真正的身份 已經出來了 M174的後代 我們不是中國人 不要搞錯了 那是過去文化 他把你洗腦洗到旁邊 你擺的是中國人 那不是台灣人 來 下一個 他就文化、藝術、姓氏 你也不是那個氏 他才來給你氏性 下一張 這個回到我台灣史解碼再講 來 下一個 現在剛剛講到那個 台灣人有一些 M174後代唯一生存的機會 上一張 我跟你講 歐洲那麼多國家 對不對 也幾百年 上千年了 它有沒有混到一起 沒有耶 歐洲那麼多國家 大家都比例 意大利、法國 意大利就是意大利 法國就是法國 德國就是德國 有沒有混在一起 又住隔壁耶 清清楚楚 知道你自己是誰 對不對 對 啊 美國也好啊 美國你說搬到那邊 大家就變成大熔爐嗎 不好意思喔 沒有熔 露西亞那 法語區 德國區 義大利區 大家都分開來住 很奇怪喔 人家都知道自己是誰喔 你去染料 你就不知道你誰 在下人 你就全部變成資源回收人 放到哪裡都可以的人喔 來 下一 我今天因為時間關係 不會跟你們太多解碼器 來 講到這個喔 再講另外 再下一張 我們再回來講這個月戰大方 來 這個喔 這概念是高級班講 可是我發現你們很多人 都沒有上過初級班的課程 先講什麼叫現代主義 這整個是一個 mechanism 這個運作的方式 一開始十六十七世紀的時候 發明研究方法 之後人就開始研究科學 之前沒有 黑暗時期 研究科學 那台對抗教 羅馬教皇 控制的那個思想 先不講那個 反正那時候開始科學家出來了 科學家去研究蒸氣 對不對 就發覺蒸氣是一個很大的力量 所以他就做什麼 第二個叫technology 產生了combustion 蒸氣機 對不對 commercial可以做什麼 有這麼大的力量 可以做火車 可以做什麼 也可以推動工廠運作 所以就製造很多東西出來 製造很多東西拿到什麼 拿到市場上去賣 對吧 市場上賣到就賺很多錢 對不對 錢再回來 對不對 來做什麼 再做研發 所以研發之後然後再做這個 再做這個 這是一個大循環 這個現代主義是讓它運作 資本主義是讓它運作 所以過期台灣大概只有在這一段 我們是代工 我們只做製造業 所以這個都不知道 好的大公司一定每年提拨 他收入的百分之多少回來做研發 然後再整成新的產品 再到市場上去賣 過期我們台灣沒辦法 到現在為止都不能控制市場 所以我們就算你夠夠夠做 沒有錢 你就賣賣出去 了解嗎 市場是在美國 主要消費市場在美國 所以這個是在運作 那怎麼樣整個資本主義 這個系統停滯 就是讓有錢人覺得生活很空虛 讓窮人覺得生活很滿足 這整個系統就完蛋了 講得很深 沒關係回去慢慢聽 然後透過這個系統 它是 我們要克服的是很多 包括疾病也因為這個系統克服 為什麼 手機也是啊 沒有這個系統在run 今天會做手機 如果大家只是要吃得飽 睡得 可以睡覺 那今天還是停留在幾百年前 幾千年前 那樣就可以過活了 就還是部落心事 就是這個經濟輪子 把整個人類歷史往前推 才會產生今天的狀態 好啦 下一張 下一張 我跟妳講 這個是講另外一個 這個在台灣時期也有講過 有人告訴我 說這麼多要做什麼 我每天我追求的就是自由 幸福快樂 對啊 你說民進回頭要做什麼 我每天 我現在已經開辮子 我煮地飽 對不對 他覺得這樣就很好 何必去炒呢 很多人都這樣子 他說這句話對不對 自由 幸福快樂 是我一生追求 錯了 怎麼個錯法 你要講出個道理 對不對 今天有一個醫生 他如果說 追求賺錢 是我一生最大的目標 你這種醫生 你敢去看我 不敢嗎 明明一次看得好 給我看四五次 對不對 我就探急嘛 雖然會給我醫藥 不會把我醫壞 但是 這樣不對嘛 但是如果醫生說 我要提供我的病人 最好的醫療服務 讓他身體恢復 因為這個理由 他的病人就很多 因為病人很多 所以他錢就賺很多 這樣就合理 所以這個賺錢就合理 為什麼 他的位置對 他訴求的目標是對的 結果就是對 這樣的有錢實在是合理的 如果有女生說 這個男生看起來 可以給我幸福快樂自由 所以我就是選他 就結婚以後他就不是 所以我再換一個 好像可以給我 再換一個 這樣對 不是嘛 因為他把副產品 當作主要目標是追求 什麼叫做主要目標 什麼叫副產品 剛剛講的自由幸福快樂 不應該是人類追求目標 因為你把那個放在那的時候 你會犧牲掉很多原則 做人應該有的原則 也會犧牲掉 為什麼 你把利益放在第一個 所以台灣人都只管說 這個東西有沒有用 他從來不管這件事情 對不對 所以才有三綠親安 所以才有塑化劑 我不會亂放 為什麼 因為也探疾 it works 有用 至於有沒有道德 那是另外一回事 就跟疑心探疾 為目標的時候一樣 跟女生說 我以追求自由幸福快樂 目標一樣 當你真的愛這個人 你決定要投入的時候 兩個人一起 偏手之足 努力建造一個家庭 爸爸做爸爸該做的事情 媽媽做媽媽 小孩子好好念書 晚上回到家裡 媽媽煮一段晚餐 大家一起吃飯 享受自由幸福快樂的感覺 這是副產品 但是不是目標 所以大家定義好 當你把這個副產品 那個目標的時候 就會產生我剛才講的 資源回收人 他有車子可以開 有地保可以住 他不管他是不是奴隸 什麼叫奴隸 就是你上街去抗議 你明明知道事情不對 可是你改變不了任何事情 執政者在怎麼笨 他永遠是替你決定事情該怎麼做 所以你改變沒有用 因為你是這個位階的 人家是這個位階的 你的自由度是在這裡 你可以往前往後 往左往右 你可以買車 你可以蓋豪宅 可是你的位階是奴隸 你已經很難享受 什麼叫做自由幸福快樂 因為你明明知道自己的身份 叫奴隸的時候 你逃不開 好在我們聰明說 你這樣惡搞我 我告到你的上一集去 所以我們去找美國 是美國才改得了他的遊戲規則 是這樣子讓他套霸出來 大家知道 台灣人很喜歡用幾句話 就把你搪塞掉 可是我用這個邏輯 就把你講清楚 你是他奴隸的自由 自由回生活的自由 好下一個 下一個 再一張 麻煩你 好再下一張 這個 怎麼變成這個樣子 上次不是這一張 我跟你講 台灣人在各個方面 可能在消費上面 會用手機用最新的東西 可是你其他部分還停留在古時候 我舉個例子 我在高科技業者那邊曾經上過班 公司開幕典禮的 破土典禮要開新廠的時候 居然去拜拜 我那時候剛從美國回來 他說 你一起來拜 我說為什麼要拜 我說 你要拜什麼東西 他說這樣比較平安 我說抱歉 我是受西方這種邏輯訓練的思考 我不可能去接受你這種東西 台灣人在某一些方面是高科技業者 經濟能力 政治思想到這邊 可是他的宗教還在黑暗時期 沒有邏輯思考能力 是停留在那個階段 沒有走出來 我們的藝術的sense停留在那個 我們只能欣賞寫實作品 抽象都沒辦法欣賞 我今天就是慢慢把你們這個拉到這邊 法律概念也停留在17世紀18世紀 我們或許在這方面是到這裡 你生活可能科技應用在這個地方 可是你的社會結構 都沒有夠位 都是幾百年前的水準 那為什麼會這樣 是刻意被打壓的過去 因為過去我們是到這個位置 為什麼 你是大日本帝國成名的時候 短時間50年 從你部落形式拉到帝國水準 可是你又被流亡政府這群難民管了之後 他會往後退 退去幾百年以上 了解嗎 所以現在民眾有站起來 台灣人最尊過幾百年 才夠得上撐得住 不然我告訴你 你們都知道 你們現在是大日本帝國成名 你叫哥哥 他們日本叫弟弟 請問你 同樣是台灣人站起來 日本人站起來 從生活條件 生活水準方面 素質沒辦法比 有 你希望當這樣的哥哥嗎 我的意思是說 你夠不夠格當一個哥哥 是 你的身份是 但是資格不太夠 找不到人 你看他們的社會就知道 你去過日本晚一次就知道 他們社會是怎麼樣的乾淨 怎麼樣的鬱特殊 怎麼樣造 不是看清自己 我是在說實話 我們這一代可能做不到 但是我一定要讓我們下一代做得到 所以我們寧可 兩個內斗 存錢給我們下一代 接受最好的教育 接受第一流的教育 讓台灣人站起來 就是讓你夠格成為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這樣的水準的教育要出來 但是我們可以等 我們目標已經很清楚 也知道要該怎麼做 我們知道 我們這次回來 我們知道路該怎麼做 下一章 再下一章好了 我跟你講 我是個藝術家 畫畫是我的專業 但是當我聽到這個民政府的時候 我全部就畫筆丟了放下來 為什麼 幾年前我在 大家從來沒有人會去聽大學校長講什麼 我會喔 我在美國念書的時候 大學校長講了一件事情 說人的一生都要fulfill 就是滿足一個叫做 calling 呼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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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ling 那 calling有幾種 有一種 calling from within 比如說 有一個醫生 有一個人很喜歡音樂 從小就是音樂 就很享受 而且很容易從事這個行業 可是呢 他在長大過程 北部說 啊 去打音樂要做什麼 不然我就賺錢了 你把我去做醫生 所以他就努力念書 去當了醫生 可是他一直沒有快樂 為什麼 他真的想做是當音樂家 可是因為環境的逼迫 他就是要當醫生 沒有錯你錢穿很多 沒有錯你有豪宅 你有漂亮的太太 你有可愛的孩子 可是他沒有快樂 所以他想辦法把醫生的事情做完 賺夠錢又回去念音樂 對不對 很多這種case 或者是跑去做其他事情 就是當初他沒有fulfill他裡面的calling 他去做另外一件事情 所以他永遠不會滿足 還有另外一個叫calling from without Without就是你以外 比如說一樣是音樂家 可是你的家到中落 突然爸爸死了媽媽死了 你要自己負擔起弟弟妹妹的 生活條件的責任 你那時候可不可以繼續追求 音樂家這個路 不可能 為什麼 有另外一個聲音出來 因為別人的需要 或者說社會上有一個需要 你沒辦法一定要跳出來 把事情解決 才可以做自己的事 叫calling from without 還有一個叫calling from above 比如說馬接博士 跑到台灣來 幹這些事情什麼關係 你是外國人 跑到這個地方來做什麼 他們因為上帝教他來 他如果不來他就倒楣 他會一直覺得難過對不對 就像剛才那個一樣 你音樂家 如果不管家裡 你自己跑去追求音樂 你永遠也不會快樂 因為有一些需要你去幫助的家人 你沒有去take care他們 只是很自私做這個 所以這個calling很重要 所以當我藝術家 我聽到民政府 台灣人舞蹈套包的機會的時候 我如果沒有去回應的話 我繼續在那邊 關起門來做我的藝術家 我以後會後悔 我真的會很痛苦 所以我在講 我也跟我的很多好朋友講過 他也是建築師什麼 他說 日子這樣好好過就好 想那麼多幹嘛 我沒辦法 所以我把畫筆丟了 我專心來這邊 當然我繼續畫畫 但是我會騰出一段時間 專門給台灣民政府 比如說演講講 講課 告訴其他人 這就是把我的一部分的時間 當然我沒有丟棄我的家庭責任 或其他部分的責任 但是我會另外set apart 另外一段時間拿出來 專心做這件事情 直到台灣人頭髮才危機 那我也希望同樣的事情 來要求台灣民進會同心 大家做一樣的事情 大家同心一致 做趕快的事情 好 就這樣 我今天講到這裡 謝謝 各位同心好和後果 阿老他也當用餐啦 謝謝